好 回到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那照例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 财经文化出版社社长沈云冲 哈喽 云冲早安 大家早安 好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 这个拜登带了一个很好笑的帽子 看起来是帽子了 这个叫做Resurfing American in Asia 这就是重帆亚洲的意思 但重帆亚洲为什么是一个带灯带的大帽子 仔细一看这个大帽子 原来是一个海面上有着浪花 浪花作为茂盐 这个还蛮有创意的 然后上面是一个浅见 所以您这边讲到的 就在过去这段时间 备受关注的 就是美国 英国跟澳洲 共同成立的五眼联盟当中 更小的这个圈圈 只有美国 英国跟澳洲而已 这叫做AUKUS 那这AUKUS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意义 那这个帽子当中大家仔细看 其实还就像是经济学人杂志一样 它每次的封面设计都蛮有一些故事 跟一些细节隐藏在里面的 这帽子边边的掉着一根又一根的 这个是什么呢 软木塞 什么软木塞呢 红酒的软木塞 我相信这边讲到可能就是 这一次的美国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 AUKUS这样子的一个联盟 可能不只是想象中一开始从安全 军事外交当中着眼 还有跟红酒 澳洲的红酒 这段时间中国大乌买了 乌买了以后到底这个澳洲该怎么办 所以某个程度跟美国串联 也有商业上的意涵吗 所以这是封面故事要讲的内容 对 因为这一期我想交点还是在 美国的亚太政策上 因为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AUKUS 美国US跟UK加上AU 合起来变成AUKUS 那美国跟英国联手提供澳洲 至少八艘核子潜艇 那金璇当然认为这象征着 美国准备强硬介入亚洲的姿态 那当然这是最近的新闻之一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也是这个礼拜要登场的 美澳应日首长的高峰会 已经在中国的时候已经登场了 对 四方会谈 对 在四方会谈 那当然他们基本上也就喊出 所谓一个更开放于自由的 印太区域的这个口号 我想这个象装五件意在中国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那所以经济学院这一期的 封面故事上就借着这个 这几个重要的新闻 帮大家再重新回顾一下 美国的亚洲政策 美国亚洲政策 我们之前谈过至少两次到三次了 因为事实上坦白讲这个 我们这个世代当中就你要讲国际 县市军事外交上的主旋律就是美中 所以美中当然一定要谈印太 对对因为对亚洲来说 美国的泰州在过去 尤其是欧巴马之后 相对是冷淡的 这从亚洲的角度看起来 不过川普基本上 几乎很少再提到亚洲这个地方 那踢皮大约会干脆就一口一脚踢出来算了 就就不理他 应该是欧巴马的时候想要重返亚洲 但是才不容易才不完局之后呢 川普一上来 全部都打乱了整个棋盘了 对不对 对但同一时间我们又看到中国 在整个亚太区域 说好听一点叫做布局绵密 说难听也叫张牙舞爪 所以让其实很多亚洲国家 相对来说是感到非常的紧张的 那会不会接下来 我们必须被迫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站呢 所以过去之前 我们不是已经选边站了吗 对所以经济宣言是过去之前 我记得我们谈过两次 经济宣言是都看到了这一点 他其实是提醒美国 不要强迫或者不要逼得亚洲国家 必须在两个强权之间去选边站 因为对亚洲国家来说 你美国固然军事强大没错 但是不要忘了对这些国家来说 经济才是王道 对啊觉得很为难 就是坦白讲我觉得 其实台湾算是很早就已经 我觉得应该就是 真的是两岸关系比较独特的关系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 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些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 很早就选边站了 但是我们在不断提醒的时候 其实其他的亚洲国家 他们在经济上面来说 其实经济靠中国 军事外交靠美国 这样的一个选择是蛮清晰的 他们都试图寻找他们自己的平衡 所以包括日本 韩国 包括什么越南 菲律宾等等 杜特帝这些印度 其实都是 只是说这样子一个状况 好像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拜登的上台 所以这些在亚洲印太地区 原本希望保持均衡的 有一点点在外交上 似乎选择了美国的态势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的 以AUKUS这个事件说起 经济学人在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点出 这个事件其实象征着 美国的态度是准备要再转变了 这当然是拜登 主导下的一个政策方向的结果 那最主要的意义 当然在两个方面 一个军事 一个是外交 那在军事上不用说 我们都知道 这个核潜艇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相较于一般的电子潜艇 它可以收集情报 续含的优强等等有很多的强大的好处 在外交上 其实意义也非常的重大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重要紧张 在美国那个 袖手旁观的情况下 你看中国根本就压着澳洲来打 那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政策 其实也让澳洲觉得非常的困扰 那现在美国就 这个代表我回来了 放心 我这个潜艇过来了 那你们的红酒 这个尽量开吧 哈哈 这个酒瓶塞就在我的潜艇底下 但是我很好奇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这个红酒 确实你并不会因为你的军事 跟外交上的安全 因此你的红酒就有地方卖 像台湾 台湾是为了表达澳洲挺我们 我们也挺澳洲 所以蔡英文会开红酒来庆贺一下 问题再怎么喝 也喝不过中国大陆 那美国有要打算买澳洲的红酒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放那个软木塞 所以他在内容当中 这个专题里面讨论 他有讲到中间贸易的部分吗 其实有 因为 有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美中澳 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 有个很重要的课题 当然就是商业竞争 就接下来商业竞争上的权力均衡 要怎么去拿捏跟布局 我想会是未来这几年要去看的目标 因为现在很显然对拜登来说 有一部分的程序川普的这个态度 因为现在美国主流的民意 也都觉得经济王道 就我们流失了太多的就业机会 到亚洲了 到墨西哥了 我们要想办法把工厂 把就业机会要回来 所以要打造所谓的商业马奇诺防线 OK 所以我们全球化可以 但不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我们要跟中国做生意可以 但是不能流失我们自己的就业机会 这样讲可能也就是呼应了 这次四方会谈里面 他们其实在军事外交上之外 其实谈很多的是半导体 谈很多的是5G等等 他们可能的这一些所谓的防卫链 没错 所以你看台积链 来来来我们美国测产 但是对中国来说 它的整个全球经济布局 也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所以过去我们谈过很多的 包括他对金融市场的开刀 他对房市的开刀 他对高科技的开刀 其实也意味着 他正在努力打造另外一套规范 另外一套体系 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个体系 完全自如放任底下 其实老百姓被这些高科技公司 予取予求 然后也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也造成了大家老师提心吊胆 什么时候股市会中错 我们资产什么时候会暴跌 所以中国试图打造另外一个体系 试图打造一个可以让别的国家遵循的 的优息规则 对这个其实看着欧洲很多国家眼中 它不一定是负分的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正在打击各种的产业 从美国讲说你这样子不行 破坏自由经济 你这样子让金融市场遭到冲击 让散户遭殃等等 你这个国家太阿拔了 你这个太强制介入老百姓的生活等等 我们其实很多舆论都是从这个角度去 但其实从欧洲很多媒体看起来 中国不完全是如此的恶意 相反的你可以看出 它想要打造另外一套游戏规则的企图心 你讲这点 我倒是你说它恶意 我不特别这样子看它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利益本身 某个程度你可以说它是 甚至有良善的考虑在里面 就是说它在贫富差距这个部分 它试图改变 它在所谓的共同富起来这个部分 它有它的一个理想性 只是说你用国家的手段 强制介入这个部分 对于民主自由国家来说 是比较难接受的 所以就变成说你不能说你的目标正确 但你的手段 可以这么的霸道 对不对 但是这部分就是回到 那如果说民主资本主义社会 你希望你的手段正确 但是目标因此而偏离 大家确实是 目前正在承受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样一个扭曲的社会状况 那又该怎么办 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但你们两大强权打起来是你们家的事 对从亚洲的角度来说 其实目的也很清楚 目标很清楚 我们亚洲国家要的是繁荣 以及安全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拜登当然也知道 所以他其实在谈话中也谈到 第一个 没有说他是针对中国 他也不明讲 但是他也很明显告诉你 他不想再陷入另一场冷战 就像当年跟苏联之间的冷战 所以他也愿意竭尽全力的 透过外交来跟中国一起联手 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话讲是这样子讲 但是其实我们从AUKUS看到了 他正传达明确的讯息给中国 讯息之一是 你不要太强势 你在中国这样子搞 你会带来反击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准备 要反制你了 讯息之二是 他要让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知道 美国来了 那大家会比没有美国的时候 要来的安全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讲的 目前的AUKUS 就是这八艘以上的核子潜艇 经济学人说 这只是down payment 这只是头期款 好吗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如果这个趋势继续的下去 而中国又没有让美国觉得 有满意的和善意的回馈的话 那未来英美澳之间 以及接下来的美澳应日的布局 看起来就会 还会有更多新招出来 对啊 我觉得当然他也有一些旁支 这旁支包括说 他众印太亲北约 我看也引起了一些欧盟跟法国的一些杂音 这我想这次美国要去面对的 那再在亚太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他这样的一个宣誓说 我们美国来了 你会更安全 但是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说事实上拜登有讲过说 我们不会逼迫你们选边站 我记得那个布林肯也这样说过 但是你怎么样子在他们继续的跟中国可以有经贸上的往来的同时 美国要怎么样子去达到他为中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就要看他接下来怎么做啦 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台湾其实坦白讲我们跟对岸的关系 虽然我们这样看起来非常的尖锐啊反中啊什么的 我们的这个双方彼此的贸易贸易 过去这些年有这种无减耶 实际上有这种无减 所以我们在经济上面确实我们也是依赖着中国大陆 只是我们嘴巴都不说而已 那只是说 美国可以做事这样的状况吗 所以其实对亚洲国家来说 那个利害利弊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其实中国能够带来的经济上的繁荣的帮助 是明显而直接的 不要忘了第一个中国的距离跟亚洲如此之接近 相较于美国 再来第二个如此庞大的市场 你看亚洲这些东南 尤其像东南国家他所盛产的这些原物料 他不卖给中国卖给谁 所以中国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不断的释出善意 不断的开放到市场 不断的让这些国家知道 这些市场是你们未来可以使用的 再来第二个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 其实已经在亚洲布局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深 虽然最近这两年有在收紧的迹象 但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亚洲国家要要在基础建设 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所以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 他也知道中国可以提供这么的帮忙 但是他同时也知道 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也知道就像过去我们长期仰赖美国 想要这个西方国家 结果被预取欲求的下场 他当然也知道接下来如果 我继续的高度的仰赖中国 我会换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他们当然也希望 如果这个时候有美国人 过来帮帮忙 在谈判桌上帮我们一把 所以也许就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谈判条件 我觉得确实是 最近我觉得现在双方美中都各自出招了 然后当美国不断的邻力出道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没有等着 他自己在架光 他自己本身刚刚讲到了 他们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 然后再来的话 他们最近也说 这个譬如说 他们不会对外境外再去输出 更多的煤电厂 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想要去 让大家觉得放心的 属于另外一种强权的姿态 他只是说 这部分如果在没有 就是人道跟言论自由这个部分 还是缺一那么一大块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相当程度的 我觉得会陷入美中 这个在强权当中 不管什么战 中间最终的一个价值战 还是它会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点 OK 我们这部分的话会持续观察 我们秀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美中之间的持续的动态性的 在拉锯在角力当中 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北约 在欧洲现在其实上 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在变化一个伴随着疫情 但是疫情过程当中 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进行相关的可能政权当中的轮替 最大的一个国家是德国 好 所以德国在今天看起来 不论他们最后联合政府要怎么组 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终究 这个终究 梅克尔的时代是再见了 所以梅克尔的时代再见 对于欧洲来说 对德国来说标示着什么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两个 跟地缘政治非常有关的 这些大题目 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在亚洲 另外一个大的专题是德国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礼拜德国在举行大选 我们现在正在录的时候 结果还没出来 但很确定的是梅克尔下台之后 这个德国的政治 德国的经济 未来会走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 大家如果关心的话 他有一个蛮长的 这个德国的专题 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去为大家分析 德国未来可能的走向 以及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 那基本上梅克尔 我想在台湾好像人文不错 我发现我看了一下评论 大家对他肯定远远多余批评 是啊 那再怎么样 其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吗 当然是 因为他是德国史上 仅次于Pissmine跟Kerr 任意最长的 对的首相 而且是女性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 我觉得台湾当然有点点 情有独钟的原因 事实上是跟他女性有关 当初还记得蔡英文 不只是女性 而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女性 很理性 很理性很稳重的女性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我们台湾在 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台湾还特别出了两本书 一个就是梅克尔 一个是希拉瑞 但希拉瑞显然的 他是失败了 但在政治上面的领导的风格来说 梅克尔算是成功的 我觉得他是 就是感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女性政治人物 你说梅克尔 梅克尔 OK 对 所以这个经济学人咱们怎么介绍他 基本上简单讲 我说的政治人物都一样了 都会毁育皆有了 就是16年来 关于育的部分 当然就不用讲 很多人也都都讨论过 包括他 你看他在政治上调和顶乃的能力 我想在全球政治人物里面 很少人能够出其诱的 那加上在这波的疫情 其实德国一直死亡率都很低 但尤其中国是经济上表现 一直让德国老百姓还满意 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人 觉得我德国经济很好 这个在先进国家里头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可见的 而且我觉得在欧洲在德国 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是台湾最近这些年 慢慢慢慢越来越比重比较高的 就是环保 气候变清的议题 其实梅克尔 美国财的位置也还蛮正确的 他事实上有点去带动机民党 因为机民党以前 其实比较偏保守派 但是他把这个能源政策转向废核 慢慢的一步一步走 虽然没有很激进 但慢慢慢慢的走 所以这部分也让他能够去吸纳更多的 对于包括像绿党 他们的这些支持者 他们事实上对于气候变迁 对于能源政策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梅克尔在这部分 他等于让机民党有一点转型 我觉得这么做的也还不错 是是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即便是有一些批评 比方说其实疫情初期 整个防疫的过程也是一团乱的 对我记得地方其实选举有机场 他车败账就是他们觉得 梅克尔说的不够好 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你看刚刚七月份 德国在发生这么严重的水灾 200多人死亡 然后刚刚的这个阿富汗事件 德国看起来也是进退失去 所以所以但即便是如此 因为他整体经济的表现 让德国老百姓满意 那大家觉得也很OK 所以16年来大家也就很谢谢他 不过经济权这一期的专题 主要还是针对后梅克尔时代 德国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因为没有错 现在看起来德国繁荣 而且稳定 但是troubles 问题正在酝酿 所以其实老百姓现在满意归满意 但是挫败感也是夹杂在其中的 那哪一些问题呢 经济权说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一一个到来 首先第一个 在梅克尔执政底下 德国的公共投资严重不足 所以造成很多基础建设严重的落后 尤其是数位建设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亚洲 美国 中国 其实大局 光鲜 积极的建设 那德国这一部分 相对来说非常的慢 所以这造成的直接受害 当然第一个就是科技业 所以德国科技业的发展 的基础环境 就没有其他国家要来得好 而且要知道受影响 绝对不是只有科技业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传统产业 也都必须 都必须要去科技化输位化 没错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过去在梅克时代 因为他花钱过于谨慎 导致的公共投资严重不足 所造成的德国未来必须面临的后果 再来整个政府的效率 其实也是不理想的 因为我们知道梅克时代 他非常重视量入为初 所以严格控管预算 你要控管预算的结果 当然就是欲缺不补 人能精简就尽量精简 那精简其实也是一面两面认 一方面你精简的开销 二方面其实你也精简到你可能该担负其的责任 因为事实上在先前的欧债危机那个时候 其实你就很明显的看到 由德国主导的这个风格是讲究的是秩序 讲究的是尊洁嘛 就要量入为初 所以这部分确实是 相对来说他的策略比较保守 是啊 而且你既然讲到欧盟 因为身为欧洲大国 精简就是说 他并没有好好的带领德国 在欧洲发挥他应该要有的影响力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 今天的欧盟 首先在财政上 仍然受到南方这几个国家 普拉亚啦 意大利啦 等等的财政危机的 威胁 其实这个危机 这几个国家 目前的整个财政状况 都还是没有解释 希腊啦 塞浦路斯啊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具持 只是我们现在新闻很少就谈到他们 有机会 我觉得还是会谈到的 再来 没有错了 在疫情期间 这个欧盟有担保 这个你要借钱 我会借你 但其实 那就是一次性的 就是过渡期的 因为对美客来说 总之你取债就是不对 你让政府长期负债就是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为整个欧洲的财政 带来了一个长期的负担 就你始终没有办法 一下子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外交上也是一样 你看美国跟中国 美国已经把战局升高了多少多少厘了 但欧洲基本上他还是筹注不前的 你看像这一次 我们刚刚讲的AUKUS 你看 马克宏跳脚又怎么样 嗯 没有用啊 最后还是得被摸头 对啊 因为这个也不是他单一国家可以去处理的啦 不过事实上 从这个角度你去看 美克尔他其实过去 一直维持着一个 跟中国继续交往 所以他有点点在 尤其川普那个时候 他其实有点不太甩川普的所谓的围中策略嘛 所以那个时候讲到包括像华为5G等等 其实到欧洲去 其实美国是有点碰得一鼻子灰的 是 那只是说现在看起来 嗯 梅克尔他们当然自己在国内 也碰到很多一些 移民上的难题啊 等等这些部分让他必须要 可能还是回过头来跟美国必须 尤其最近反送中啊 我觉得那一波其实让整个的 美中之间的筹码有重新洗牌 所以一度其实欧盟站在一个 希望跟美中之间平衡交往的状态 其实还蛮鲜明的 但是在反送中的讯息出来之后 所谓的不管是这个言论自由啦 所谓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又让他们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更近一点 那这个过程当中德国似乎就比较没那么的 对啊听你这样讲我就 我就联想到我觉得感觉像梅克尔比较像一个 很勤俊认真理性持家的妈妈 对对她很务实她本来就是啊 所以比方说在她执政底下 德国花的国奉预算就相对是比较低的 相较于其他的这个先进国家 所以你看就是好妈妈就想这种打架的东西啊 就会制造冲突的危险东西 这个尽量少买啊不要浪费钱 对啊对啊 所以马克宏就比较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冲冲冲嘛对不对啊 然后另一方面也为了德国的企业 他也积极希望能够帮助德国的产业 可以以中国为重要的一个市场 尤其汽车产业 那个重量的市场这么大 是是所以这个其实是梅可尔时代所留下的 给接下来的德国的挑战 当然更重要的如果关乎到我们台湾在内全球性的议题 当然就是抗暖化的政策 因为目前其实德国在先进国家当中 他算是抗暖化政策比较落后的 平均人均碳排放是先进国家里面最高的 当然其中一个技术行员是1月31之后 他废了核能 是啊 那当然整个你刚刚讲到汽车产业 现在德国已经也很积极的开发 他的所谓电动车 那现在已经有100万台上路 目标再过99年吧 2030年希望能够增加为1400万台 就现在100万 希望10年9年之后变成1400万台 所以大家想要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转型 所以现在福斯汽车 德国的福斯汽车 现在这个已经全活力全开了 就是他希望到2030年呢 他现在的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种传统汽车 可以全面的停产 那这个其实是下一个阶段的德国 你可以想象的一个画面 不过现在对于谁来接任最好 因为现在的选举还 还没有揭晓 因为现在其实看起来就是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原本这个梅克尔的CDU CDH 那是军雪姬 基民党阵线的联盟 另外一个是社民党SPD 那我记得我早上来录这个的时候 SPD看起来出口名叫做为福领先的 高一点点 为福领先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 这个叫做交通灯联盟 对啊如果是社民党主的就是红绿灯 那如果是以基民党为主的就都亚买加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说六月可能就是这两大 两大党那就联合那就是大政府 对 关他点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说梅克尔时代所留下的一个重要的后遇症 就是德国很多的政治人物 去逃避辩论关于德国未来的重大议题 很多的政治人物只求比较谁的选票高 谁可以来执政 而必谈真正关乎德国未来的关键问题 嗯 是这样子 ok 就比较务实的层次啦 嗯 对不对 而且没有拉高到一个比较战略性的 比较目标导向的层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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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如果对德国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推荐大家看这一期他的special report 我们以上讲的不管是基础建设 还是德国的经济 还是德国的抗暖化的政策 呃还是德国在欧盟的角色 他都有专闻来帮大家分析 嗯嗯 对 你刚刚讲这个能源事实上也是啦 就当他走上废盒的时候 另外一个他就必须面对的事情 就是他的碳排放就会拉高嘛 嗯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一个 呃再一次的确认 他的呃环保能源政策等等 ok 好 所以呢这次有关于呢 梅克时代即将要终结之后 得德国跟欧盟的挑战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啊 所以聊完两个蛮重要的 地缘政治的话题啊 可能的变化之外 那接下来要聊两个跟财经有关的话题 呃首先聊的是高房价的加州 嗯 哎 我怎么觉得我最近好像先看到一波涨周 我最近好像有看一些讯息说 好像稍微的滑落了一点点 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但其实就算滑落现在加州的房价 也是全美国最贵的 哦这样子吗 的的的城市之一啊 其实加州好几个城市 你看呃过去这十年啊 美国全国平均的房价 其实都涨了涨了百分之六十 你看即便是金融风暴之后嘛 涨了百分之六十四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旧金山在洛杉矶 我想有很多听众也在那里啊 平均涨幅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天呐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嗯呃平均的这个中卫房价 美国全国平均是三十七万五千美金 大概一千万出头台币啊 但是呢在旧金山洛杉矶是八十三万美金 多了一倍以上 所以有房子呢当然就是好消息啦 他的房房子增值了啊 如果要卖的话呢 可能也就可以赚一笔 但是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或者要换房子的话就很伤脑筋了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在加州啊 其实很多很多 尤其是中收入以下的 买不起房子的 嗯 确定买不起的 所以买不起 有搬离加州 买不起租的也就罢了 如果连租金都付不起的 最后只能流落街头 嗯成为游民 所以在加州的 Homeless 所谓游民 呃这个相对比例比其他地方高租非常的多 嗯在加州呢 总人口大概占全美国的百分之十二 但是呢 他的游民总数占全美国的三分之一 嗯嗯嗯 所以这叫做其实高房价 其实台北 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个礼拜 这个美国加州州州长 他在逃过的罢免啊 一劫之后他马上 他马上签了两个法案 嗯嗯 一个是SB9 一个是SB10 嗯 这两个是什么 为什么要谈 对为什么要谈这两个 其实就是呢 嗯回到房地产政策 嗯嗯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来 加州的房子之所以越来越贵 越来越多人买不起房子 变成Homeless 呃 有一些部分是经济因素造成 这我们都知道 低利率啊等等啊 再来是加州我们知道 像刚刚讲的旧金山 能带房子的土地是越来越少的 嗯嗯 那你看加州一年哈 去这个新城屋 减少了10万户 这是2008年来 到现在还是没有回复的 哦 嗯 那当然有一些是基本经济因素造成 但有一些其实是人为的 嗯嗯 什么叫人为呢 就回到刚刚讲的 这个加州州长签署的 要废除的法案 SB9 嗯 因为根据SB9呢 呃 美国很多的地方 就是跟我们分区一样啊 嗯 有一些区大家知道吗 在美国啊 它是禁止 新建公寓 跟商业大楼的 也就是说这一区呢 只能够建 所谓Single Family Home Single Family House 也就是说 还这样分啊 不能盖不动的 哦 因为像台湾有那种 所谓商业区跟住宅区 还有住商混合区 对对对 住商混合区 工业区就已经够了 你还要分可以盖什么房子 跟不能盖什么房子 对对基本上 所以就有人批评说 这个就是捷 捷负寄贫 捷贫寄负的 一种房地 因为独栋就比较贵嘛 是不是 因为独栋住就复杂 然后环境就比较早 如果有商业大楼 又更复杂了 所以有些区呢 还为了让那些有钱人啊 可以过得更舒服 所以就规划成 比较安静的住宅区 就只能是Single Family 那这个一想也知道 本来好好的一块土地 可以容纳更多的人 盖更多的房子 但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土地划分的规定的限制 所以造成只能盖更少的房子 让更少的人住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 土地供给上的失衡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很多州 例如很多城市 奥瑞冈州啦 米尼阿普里斯啦 等等都已经废止了 所谓的这种Single House 或者Single Family House 这种这个地区的划分 当然这个 尤其这个波及在加州 是它重要的特色 你看它旧金山 是很多人最喜欢住哪样 高科技重镇 对不对 然后又衣裳磅海 很多人喜欢 所以你看旧金山已经人口够集了 可是 可是 在它的住宅区的规划当中 居然有一半以上 百分之五十一 其实就是所谓这种Single House Single Family House 一半以上 那真的是还蛮多的 对 对 所以 所以当这个 Newsom 签署了这个法案之后 根据经济学员这篇文章指出 他说呢 会释出大约五点四的见地可以来新改 嗯哼 OK 五点四看起来很少 不 他说这换算下来 也许可以为旧金山地区带来 高达七十万户的新单位 对 因为如果是应该那种集中式的公寓 大楼的话 就可以舒缓蛮多的一些住房压力的 对不对 对 不过这个目前为止也还是有争议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 呃 为什么之所以会有Single Family House 的这个规划 主要还是为了生活居住品质 的考量 他不完全是为了贫富差距等等的 这个这个原因 但他的确是有居住环境的要求的 基本呃想法在里面的 嗯 那现在如果把这个拿掉 那你接下来的重新新改跟规划 其实你还是要照顾到这件事情 嗯 再来第二个 这个过程中你要注意 不要去图立到有钱的建商 因为想你知道 大家听了节目有钱的人 啊有这个好处啊 嗯 赶快啊去烧土地啊 嗯 然后一个房子未来可以盖成大楼 嗯 可以赚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也许就会是 接下来潜在的风险 如果真的让人家抓到说 啊有建商用这一招 那我觉得newsum 就要站出来好好解释了 嗯 这第三个也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 之所以签这个法案 最重要的原因 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 买不起的房子的人 可以因此而 让房价可以有效的引导 下降之后 让他们可以买得起 嗯 不要忘了还有些人 是永远买不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 更多的社会住宅 嗯 让那些买不起还是买不起的人 嗯 可以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嗯 但是在这一次的政策当中 目前为止还没有很严肃的 不触碰到这一点 嗯嗯嗯嗯 我想这个对美国来说 也蛮重要的 就让大家不断去标举 所谓的一个 呃 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 呃 正确的价值的时候 如果说他在贫富差距 这件事情上面 是让他的人民流落街头 嗯 就像是呃 今年嘛 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 影片我们也介绍过 叫游牧人生 真的很好看 是一位华裔的导演拍的 他在描述就是 你很难想像一个 最进步的 全球最大的强权国家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 从那个时候的金融风暴 房地美房利美之后 就不得已把自己的家长 放在他的车子上面 就开始展开公路人生 这其实是你是很很难想像的 所以反过来说 你说中国大陆为什么面对这个问题 他会拿出另外一个主张 这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上面的PK 那在这个世代当中 他们正在尽力证明哪一种东西是work 符合现在的一个文明社会 答案就慢慢看嘛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回到冷静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经济学人杂志 那最后一个话题 聊到的是零售业 零售业的什么 零售业的两个意外新变数 讲的零售业 其实不意外嘛 尤其疫情期间 我们都过去聊过 你不是说很意外吗 我先讲不意外的 不意外的是 我们讲现象大成长 然后上一次我们还聊到 所谓的hybrid 就是整合型的混合型的商业模式 对 以前womart是做实体 amazon做线上 那现在womart也在做网路 然后呢 你可以网路下单 还可以到他店里面去取货 这所谓的混合型 amazon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未来恐怕得这么做 才能跟womart来竞争 所以他自己也要倒过来开实体店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取代 过去也谈了很多的 但意外的是什么呢 两件事经纪人点到了 至少才美国的零售已经看到 第一个叫做瓶颈 零售瓶颈 零售瓶颈 零售瓶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 我们过去谈到的供应链的中断 嗯 供应链的中断 除了半导体啦等等 这个员物料的短缺之外 当然还有所谓的货运 然后海运的大塞车 那这个其实就直接造成了运费的上涨 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 对于比较高单价的 例如什么iPhone 13 这种相对影响还不是那么大 因为毕竟高单价 运费在它整个总成本跟价格占比不是那么高 但是对于比较中低价格 尤其是非常低价的使用品来说 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比较大型的 包括Costco 罗马 所以都必须有自己的货运来进出货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昨天才讲到这个Nike 它其实提出来的全年的财测 就有点悲观 最主要就是这个成本上涨 然后汽车产业也是 对对对 那个供应链断链 这个瓶颈之二呢 其实是劳动力劳工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这个景气 回来之后很多都缺工 找不到人 对呀 所以你看从客服到店员到柜台 等等 所以现在要回来的话 我要用更高的薪水 恐怕才能寻找到人 所以这直接又告知成本会提高 这真的有点诡异 所以事实上是 事求人 那人到哪里去了 对对 那又有人求事 所以中间等于就是 频道对不上 所以是哪些人不见了 是先前的移工吗 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然后被离开之后出不来吗 是这个意思吗 像台湾的缺工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外籍移工 目前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进来 但是不晓得美国的状况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多原因 很多很复杂 我们其实上次也讨过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不就是说很多商业往城市逃离吗 因为市中心都没有人要上班 就没有生意 所以卖小吃的啦 卖生后用品的 都跑到周边 所以原本中间的就业机会 原本在中间打工上班的人 现在跑到周边去 那跑到周边去他已经有工作了 你要怎么去吸引他 又回到你原来的工作去 所以有很多因素造成 但总之的结果现在看到了很多美国的工厂 商店现在处于缺工的状态 因为找不到他需要的人才 这是意外之一 意外之二是 很多人选择回到实体店 明天可以网络购物 他们还是要推着车子去逛实体店 所以在最新的时候 我们过去看到疫情期间 e-commerce不是大幅的成长吗 其实过去这两个月 e-commerce的成长放慢了 相反的 相反的 他们的实体店的生意大增 因为大家渴望人跟人的连结 是这样的吗 人跟人的连结 好 Anyway 以他列来说 四到六月的这一季当中 他的online的确成长 成长了百分之十 但是他的offline成长了百分之三十 成长了百分之三十 当然基数也有差 但Anyway 你可以看到说 天下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购物这个 食者必需需酒必必食 不Anyway 就会看到虽然有这个意外 但我们总体来说 你时间放长 第一个online的投资还是重要的 所以幸好Walmart Target他们过去 有朝这个方向去投资 但是实体商店 现在看起来你绝对不能 就一笔把它抹上 所以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Costco Target Walmart市值也都大增 Costco Target的股价 现在涨幅也都大过Amazon涨幅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做零售业的听众朋友参考 对意思就是说online还是一个趋势 但是你说实体会完全就消失不见 但事实上这次疫情告诉大家说 人跟人的接触 人的社会性还是非常强的 就不可能真的有一天 大家可以只活在虚拟的世界 在实体世界当中都不交往 都在在家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OK好 谢谢沈云冲 谢谢 谢谢 です 一切的 一切的